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与一案轰轰烈烈判决期间 我们特案组刚好领到第一笔奖金 于是好好腐败了几天 我和黄小桃出去逛逛街 吃好吃的 黄小桃说 如果每天都能这么优先就好了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况且我们骨子里都不是喜欢优先的人 十月底的一天 我正在店里收拾货架 突然发现有个亮闪闪的东西晃进店里 原来是一颗光头 我立马知道是谁了 走回去打声招呼 光头墙今天穿了一身皮夹克和牛仔裤 胸口纹着小猪佩奇 这身社会装把店员们吓得不轻啊 以为是有人来找查 光头墙一看见我 两眼眯成一条缝 宋哥 你开店我一直没过来道歇 真是过意不去啊 我在南疆市还算有点人脉 宋哥要想扩大市场 我替你和一些大老板打个线怎么样啊 我笑了 小卫生间门店扩大啥市场啊 多到路口发点传单就行了 对了 无事不登三宝店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光头墙不好意思骚了骚头 唉 瞧你说的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嘛 有时间吧 我想请你吃个饭 我一看就看出他是有事求我 想想前阵子让他帮忙 明明答应之后请他吃饭的 结果又忘了 我心中有些过意不去便答应了 我把店铺交给店员 和光头墙一起来到一家馆子 我注意到他这次既没开车 也没带小弟 落座之后 我们简单点了几个菜 光头墙问我 呃 宋哥 咱俩也是老交警的 呃 可是啊 也没好好聊过天 你谈女朋友了吗 我点点头 有啊 那位黄警官就是 他做了一个惊讶的表情 不是吧 哎 宋哥果然不是一般人呢 眼光不足 啊 眼光不足 黄警官那一看就是极品油物啊 我尴尬的摆摆手 行了 行了 说正事吧 咳咳 没啥正事 我今天啊 就是顺道来找你玩的 我上下打量的 心想 他该不会是遇到帮派斗争了吧 那我可忘不了他 等菜上齐之后 我们随便吃了一点 光头墙一只东拉西车的 他是个挺健谈的人 我只需要恩恩恩的答应几句 他聊得很嗨 相处起来倒也挺轻松的 眼看饭菜吃得差不多了 我放下筷子说 有话直说吧 你是为了除烟的事情来的 对吗 光头墙突然站起来 在过道上弯下摇 我顿时吓了一跳 哎呀 干嘛你 宋哥 你是真神啊 我要跟你磕个头 行了 行了 坐下来说吧 磕什么头啊 我不要面子 光头墙这才落座了 不过 宋哥是怎么才中的啊 难道你能看穿我在想什么 我神秘地说 不年不节的 你突然来找我 肯定是有事相求啊 但你从来没有为帮派的事情求过我 而且你最近在管理酒店 想必不会卷入什么纷争 我注意到你没带小弟 应该是私事 而且是不想让你手下的人知道 那会是什么事情呢 况且化为心之苗 一个人藏着什么心思的时候 言谈举止便会无意中透露出来 刚刚一进来 你就打听我感情上的事情 好端端的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呀 还有 林祖刚刚有一个和楚燕年龄差不多的女孩 你朝她看了一眼 然后叹了口气 所以我想啊 你找我和楚燕的事情有关吧 光头强佩服地竖起大拇指 宋哥真是太神了 没得说 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我说 好了好了 只说吧 我知道 我若不挑明的话 以她的性格可能不会主动开口 光头强暗恋楚燕 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了 可是她从来没亲口承认过 光头强的脸突然像喝酒一样红了起来 吱吱呜呜地说 宋哥 楚燕她 楚燕她 我安慰地说 你不用顾虑 那点心思我早就知道了 铁汉柔情嘛 有啥羞愧的 光头强骚着脑袋 黑黑傻笑 我就知道瞒不过你 我说不好 还是你自己看吧 光头强掏出手机 翻出一张照片 上面是一封信 用娟秀的字体写着 爸爸 医生说 我只有一个月的寿命了 我不想人生最后 还对着窗户看一样的风景 我希望能够出去走走 看看森林 看看大海 不必挂念我 把我当成一只飞走的蝴蝶好了 来世再当你的女儿 永远爱你的楚燕 看完信 我错愕地抬起头 光头强说起了事情经过了 自从那次练尸痞案件之后 光头强就好像得了病一样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只要去楚燕家附近 她就故意绕路 去看看她家窗户 有时候夜深人静 她会开着车 停在她家楼下 偶尔能看见楚燕 映在窗帘上的影子 她就比什么都满足了 她知道楚燕的生命不多了 也知道两人身份悬殊 况且黑豹帮前任老大被杀一事 内部一直没有停止调查 光头强发誓 此生不会和楚燕说一句话 以免她和她父亲被殃及到 可是前不久 她突然发现楚燕家的灯不亮了 她以为楚燕搬家了 过了私家侦探调查 私家侦探告诉她 那女孩的父亲还住在这 就是家里只有一个人了 光头强如同五雷轰顶 她以为楚燕死了 跑到各大医院殡仪馆去打听 却没有看见她的名字 她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煎熬 于是违背自己的誓言 上门去找楚燕的父亲了解情况 楚燕的父亲 以为她是调查老大死亡的黑社会 很害怕地说出实情 原来楚燕不久前离家出走了 走的时候 身上大概只有一千多块钱 也没带手机 并且给她看了这封遗书 听完之后 我问道 楚燕患了间歇性假死综合症 她的身体也能离家冲走 光头强收到这里 眼圈已经红了 她揉了一下眼睛 这个问题我问过 她父亲说 研究她这个病的那位医学教授 给她定做一个特殊的博环 也就是博全 心率一下降就会电击她 防止她心跳停止 而且每天吃医生开的强心药 也能够缓解 可是她走的时候 身上大概只有十天的剂量 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 光头强抬起头 我从没见过她露出如此真诚的眼神 她带着哭枪说 宋哥 我知道这要求有点过分 可是一想到她现在下落不明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 我心里就一阵一阵的疼 我想求你帮我找找她 当然 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其实和你说一说 我心情好一些 从她这番话里 我能感觉到这个大汉的真心 这样的要求我不忍心拒绝 当即点头说 朋友一场 我会替你找到她 光头强 咣的一声站起来 紧紧抓住我的手 袭击而弃 谢谢 谢谢你 宋哥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5集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 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 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